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州中复贪腐的最大幕后元凶林满江终于被绳之一把 不知道播出之后大家会对林满江这个角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观众的角度我觉得是是的 但是呢我们毕竟是演员这个职业 我也想想更多的听到我的同行对这个人物塑造的建立 能给我能打个几分吧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都盼着林满江下线 但对演员黄志忠是又爱又恨 这正是他塑造这个角色最成功的地方 而这个人物的善与恶感恩与狡诈 也确实被黄志忠演绎的活灵活现万分生动 他是一个很有掌控力的人 是一个制定规则的人 心思缜密 手段强用 这是我近几年来在电视剧里面 是很有幸的遇见了他 在得知澎湖区爆炸之后 林满江马不停蹄赶到荆州 谈及生长的地方受到如此重创 师父又险些丧命 他双眉警索悠哉悠名 第一个让我心灵受到重创的一场戏 就是出现这个爆炸事故了 然后他到了这个他生长的地方 那里有他的兄弟姐妹 有他的叔叔阿姨 见证了他的这个青年时期的成长 然后一片废墟 在工作上雷厉风行的林满江 在生活中也是老大哥 在剧中黄之中饰演的林满江 和延宁饰演的石洪庆 以及靖东饰演的齐本安 是打小一起长大的三兄妹感情深厚 长兄如父嘛 所以从小他就一直关照着 护着这些弟弟妹妹们 甚至挺身而出 这个大师兄在他们的心目中 是威望很高的 确实他也是做到了 来师姐 咱俩一块敬大师兄一杯 祝大师兄身体健康越来越好 精神愉快步步高深 但随着贪腐案的层层深入 三兄妹之间的关系 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林满江和齐本安 渐渐成了对立面 齐本安为了尚未掌势 是蓄谋已久啊 难道王平安弄走的这五个亿 跟林满江有关 齐本安 他以前是一个乖榜的 怎么听怎么说都行 就听这大师哥 到后面他不听话 然后跟他反驳 跟他来对峙的时候 那场戏我觉得也是 很有力量感的 我就想请问一下林董 皮单背后那大神 是你吧 齐本安 你背后的大神不也是我吗 直到最后 连唯命侍从的严妮 也最终觉醒 和林满江对峙 这个人物的可恶至极 也才真正被揭开了 我触动最深的 就是他跟 施红幸的那场 最后巅峰对决 两个人 林满江 你这么护着长明集团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令人深思 耐人寻伪 施红幸 你就凭着 令人深思 耐人寻伪 来嚼诈我 将林满江这个人物的 一颦一笑 拿捏得如此到位 不得不夸赞 王志忠演技功底 绝对深厚 记者陈湘云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 所以应该做了 我应该要是